YGB2011型纺织品甲醛测定仪 本次实验使用标准GBT2912.1 水萃取法 首先将适量减碎撑取一刻 进行装样 将试样装入三角锥形瓶中 凉取100毫升的蒸馏水 将它倒入锥形瓶中 使适量与蒸馏水充分融合 将适量放入水域恒温振荡器中 在40摄氏度的温度下 震荡60分钟 60分钟结束之后 取出适量进行冷却至常温 然后我们开始过滤萃取 安装过滤器 安装过滤器 抽取适量溶液 用过滤器 过滤溶液 用滴管 抽取5毫升溶液 再抽取5毫升 那是试剂 那是试剂 与试剂 融液 混合 此为代测试剂 同时 我们抽取5毫升 我们抽取5毫升蒸馏水 加5毫升 那是试剂 作为试剂空白 将萃取好的试剂 以及试剂空白 放入水域锅中 在40摄氏度的温度下 加热30分钟 30分钟后 取出试剂 在常温环境下 闭光冷却30分钟 打开仪器电源开关 调整波潮 412纳米 预热30分钟 预热结束后 测量吸光度 将笔色皿 置于笔色皿架中 选择 选择吸光度 确定 确定 选择 选择吸光度相近的笔色皿进行实验 选择 将试剂空白和适量 倒入笔色皿当中 盖上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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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测量 开始测量 开始测试 选择简单法 确定 启动 测得本次实验结果 将其余试样按照相同的方法进行测试 这就是我们大融仿移的201E甲全测试 在教育上试试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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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